这个视频是现给所有的淡宅老玩家的 新玩家不用看了 你们看不懂的 原来在很久以前 以前的红色小飞机停的位置 是盲盒机旁边的一个停机品啊 这里还有饮料售卖机 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吧 原来 我们淡宅岛的标志性建筑是章鱼小屋呀 可是啊 现在整个淡宅岛再也找不到章鱼小屋了 再见 再见了 章鱼小屋 原来淡宅岛的第一个小黑屋 是被放在了进去的旁边呀 淡宅走进去 这个小黑屋里画满了各种诡异的兔子 原来淡宅岛的广场中间 第一个出现的摆件 是一个大大的蛋糕呀 原来最早的淡宅岛 竟然并不是全部都对玩家开放的呀 有很多围索围栏围围着 很多区域是玩家不能进入的 即使你开上黄金赛车 也撞不破那些红色的围栏 原来我们怀念的不是以前的淡宅岛呀 而是那些曾经陪我们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呀 我想你啦